每次来巴黎汤仁街 都觉得自己和游客一样 这里太有意思了 今天我来中超买一点食材 给我老公做个点心 给她个敬喜 不好意思 嗨 您好 您好 我想做一个点心 但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个 你要做什么点心 我给你看 咦 这个就是我家的加虾菜啊 真的吗 对啊 你有空吗 如果你有空 你去我家 我叫你种 我今天我的运气太好了 本节目由一多客快递冠名播出 我叫陈丹华 在香港出生长大 2000年的时候 来到巴黎定居 我就开始在先生家族经营的公司里面做事 我们两个都做了很多年 无犯夫妇 直到生了小朋友之后 我才正式转言传言 在家里煮饭 由一桥不通 直到打长途电话 找妈妈和家庭来教我 由看食谱去到看视频 我仍然是天天学习 令到我最恩惠和感恩呢 是小朋友可以每天在家里吃到妈妈做的菜 我们首先就是把白萝卜把它切成大概一半 然后我们就需要去皮 一半的切成粗条 我们把剩下的一半去把它刨成的四 腊肠跟腊肉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小粒备用 小洋葱切小粒 我们把锅预热 然后把虾米炒一分钟 腊肠腊肉跟小洋葱一起炒香 备用 不用关火 我们下萝卜丝煮 把四分之三 炒好材料一同放在锅里面煮 这个时候我们下片糖 然后下白开酥 转小火 再煮15分钟 我们煮了15分钟之后 我逆个一下调味量 把粘米粉下锅 混合萝卜丝搅拌就糊状 把盘子拿出 盘底我周边磨一层油 压平糕面 八火蒸60分钟 如果里面的哪个糕没有粘在筷子上面的话 就代表哪个糕已经蒸熟了 萝卜糕放凉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下油在平底锅上煎两面 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吃的萝卜糕 寓意就是步步高速 哇 哇这就是萝卜糕啊 你好厉害啊 做的比食谱还真宗呢 这个是家庭式的做法 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做到点心大厨的味道 外皮 脆脆的 里面软软的 吃上硬了 你在家里不妨试试啊 这个脆脆的花花的 吃起来很好吃 这是什么 猪耳朵 什么 蛤 猪耳朵 对 猪耳朵 不会吧 那我还是 他帮我回家给我老公吃吧 好吧 猪耳朵